死完以后,黑完以后又重新清,就已经黑掉了,然后胯也是,就是肩膀脱臼,嘴破掉,手破掉,就是一百处以下,七八十处是有了,拍打戏有好多打戏,有爆炸啊,有啤酒瓶子菜啊,有车撞啊,有枪战啊,好多打戏。 为了当好男主角,雷佳英是吃尽了苦头,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能就此走红,尽管凭着小冬被一角,雷佳英拿下了长春电影节的最佳男主角,但他依然被称为命号电影里唯一一个没红起来的主角。 的确,雷佳英此后很快又陷入成绩之中,出演了一部又一部的都市情感剧,像小男人授气包等角色,也能纳交一个炉火澄清,但就是没有走红,等不到大红大紫的机会,那咱就慢慢演,好好演。 终于,在今年这部《群星云集》的《我的前半生》中,雷佳英以一个配角的位置成功突围。 不得不说,这是对于一个认真演戏的人最大的嘉奖。 这就是一个默默的,比较低调的演员,在那儿他的时事演戏,然后终于觉得,哦,我雷佳英没有靠其他的宣传让观众知道,而是通过戏本身这一点,我就让他高兴。 外表看起来,懒洋洋的雷佳英总给人一种事业心不强大的感觉,更于这一点,我们的雷叔可有话要说。 雷佳英是亮点,讲真,他要勤奋点,早火,我不要太勤奋,我真的,我不要太勤奋,我每天都在拍,我一年拍四个戏,其实你们顾不到吧。 来拍就是跟另外一个剧头,牛页,拍一点,自己叫老男孩儿,然后呢,马上要再上来拍一电影,接着来就拍一个超级网剧,就到年中了。 小点点点,希望再次看到雷叔的好作品,乐阪天聪合吧。